我們開始做一些題目 立體 玉林使用放大鏡看油票得到正力放大像 請問你何者是錯誤的 OK 放大鏡就是一個凸透鏡 一個凸透鏡 凸透鏡要成為正力放大 那是一個所謂的 虛項 虛項要放在焦點內 放在焦點內 所以焦點內成正力放大虛項 所以 那如果放在兩倍焦距外 就會變成所謂的縮小倒立石像 凸透鏡是可以匯聚光線的 所以有史看到我們知道答案出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出了 請問你 照相機 誰是對的 關於照相機的敘述誰是對的 停車站接問 帥哥32號 誰是對的 C 你選C請坐 請坐 對 照相機是要把光線匯聚成像 所以凸透鏡不是發散 A錯 在 光線有11到照相底片上 所以成是實像 所以B是錯的 他成為一個縮小倒立實像 所以放在兩倍焦距外 所以出也是 錯的 就是那個 光圈跟瞳孔相機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C 請問你22題 請問你誰向鏡頭 剛才有交的誰會向鏡頭 我們國中這樣教的 請問你誰會向鏡頭 請問你誰會向鏡頭 這都是男生 我要找女生 還是男生 女生有沒有 抽不到女生呢 他指一你了 二號 不是啊 三號 三號 誰啊 A 你答案選A請坐 答案選A 我們講過 實際上折射光線是角膜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教 我叫你誰啊 我叫你誰 那是誰 水晶體 所以它是水晶體 然後瞳孔是向光圈 視網膜是向 底片 就是 我們對照的部分 OK 就是一些簡單的小練習 好下面一個題目是 右圖就是這個有缺陷的眼睛 你看這個成像比較後面 本來是怎麼樣呢 東西要拿遠才會成像往前 如果在視網膜上 所以這個人是什麼眼 什麼眼 這個人叫做 可能是遠視眼 他成像太太晚了 聚焦太晚了 聚焦網要幫你聚焦所以戴什麼透鏡 突透鏡 所以這個人 成像在後面 殺近遠視眼 要用突透鏡來矯正 所以我們答案應該選的叫做 豬 請問你 這個 哪一個學測考過類似體 類似他不這樣考 類似的想法 哪一個 管業沒有辦法匯居光線 哪一個東東 不能夠匯居光線 這個帥哥叫做 三一 B 請坐下 答案選B 老花眼類似 老花眼類似 遠視眼 老花眼類似 所以他帶了什麼透鏡 突透鏡 然後呢 放在那裡是突透鏡 所以他們都可以匯居光線 那近視眼是 凹透鏡 所以他是會發散 他不會匯居 所以我們答案選近視眼 請問你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誰是錯的 誰是錯的 有可愛小女生嗎 有12號 12號小老師帶了 C C 你要知道 3號 選C 請坐 近視眼 近視眼是要帶凹透鏡矯正 因為他的成像態 少了 所以要靠近才會把股 才會挖手摩上 所以呢 他要幫你發散一下 所以要帶的是凹透鏡矯正 很簡單就是我講過了 近視眼跟遠視眼是容易考的問題 你要給我搞清楚 為什麼會形成 成像態度還太晚 該如何矯正 把它記好就可以了